嗨 大家好 我是張俠人 張俠人是我 今天終於把一大堆工具全部換成無線離電池工具 而且就是 我選用工具只有一個 只有兩個重點 就是說 它的電池要通用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的工具 不要很貴 因為我隨時都可能會太換掉 就是如果它壞了 我不用再去擔心什麼 我就是把它換掉就好 所以 登登 我用了NK Power以後 我非常喜歡它們家的產品 所以我就去買了 一系列它們家的產品這樣子 有這種 沙輪機 無線的沙輪機 那我覺得現在的工具都非常好 不像傳統式的有插線了 我一開始在用的沙輪機 還是三菱重工的那一種 它有一個三菱米之米式的Mark 然後那種超重整隻都鐵的那一種 那個我用超久 然後 周圍竟終於很下心來去買一些 像這種離電池的 因為我剛好去逛 逛逸風五金嘛 然後看到奇怪 他們那裡的品牌我怎麼都沒有看過 那一開始咧 我是先買了這一支一等的 一等的起子機 那用完以後我覺得 欸這支好用 而且 不輸木田耶 雖然說我不知道它是第幾線的品牌 但是我覺得 東西好用 用的順手就是重點 不用去追什麼名牌 因為我們畢竟 買這些工具 其實說真的啦 你用到壞掉也要一段時間啦 那如果可以用一年兩年 那我就覺得這支工具值為票價了 這樣子 所以我這支大概用了快 半年左右吧 我就開始陸續購買 他周邊的系列商品 因為我第一支是用那個木田的 那我發現用了以後我就 欸不要卡住了 喔不是卡住了 我用了以後我就發現啊 說 欸 原來木田的電池 它有那麼多周邊系列的東西 而且 沒有買正廠的 買副廠的壞掉 我真的不會擔心 那 用這種東西都有個先決條件 就是說我們的電力啊 不要耗到 耗到剩一格再充 我們就是 只要掉一格 剩三格的時候 我就會去充電 然後三格 到三格我就不用 我就會 趕快拿去充電這樣子 那我人在才在充電 人不在絕對不充電這樣子 這很方便 你看 一種電池喔 可以用這裡全部全部的機子 多麼好 不用這樣子 那這是我最最最最今天剛買的 這個叫磨切機 磨切機很 很帥的一點齁 就是它有很多配件給你玩 那你可以去搭配 你可以前面裝沙子片 然後去研磨 那你也可以裝這個前面這種具片 那 它的運轉方式非常的獨特 它是 看一下給大家看好了 它是這樣子 左右左右左右 快速的 而且它有調速度的 齁 所以它很方便 那 這支到底在用什麼咧 就比如說 我們的板材啊 那它有螺絲嘛 對不對 啊有時候螺絲已經生了 然後它 它營養液也長到這裡 然後你不好拔 你又撿不到線 你就用這一支這樣子 從旁邊這樣 嗯嗯嗯嗯嗯 進去就可以把這支螺絲 嗯斷了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一支 哇好棒 就趕快買了 不然我 我之前一直來看 Youtube就是說 去看磨切機到底好不好用 磨切機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有一個 很愛玩工具的朋友 他就是很愛 很愛推啃我 然後就會跟我講一大堆工具 但是他一直叫我去買 Milwaukee的 我就沒錢 怎麼買Milwaukee啦 真的很討厭 所以我就去買了這一支 這一支是 DTM的 我不知道DTM是什麼牌 反正它一定不是正牌的 但是 反正便宜就好 好用就好 壞了我還 我還可以再買一支 我也不會心痛 那像起子機啊 三用機啊 這個 這個也是今天剛買的 三用機 我今天用起來覺得 欸他真的 他真的不錯 但是他比 他比我們的起子機還重 那我改天會想買那種大型的 就是鑽牆壁的那一種 因為 雖然說那個比較少用 但是改天有機會我會買 那這個線鋸機啊 就是 我最近在鋸那個木板造型的時候 我都靠這支線鋸機去用 買了以後我覺得 欸線鋸機真的很好用欸 真的 不推 不騙大家 而且 他鋸片要選這個左右左右反尺的會比較好 他今天買了這支新的原鋸機 MK Power系列的 就是你可以裝 剛才我用的這種電池 裝下去以後 你就可以運轉了 而且他的保護措施 都有齁 跟我之前那支 木鐵的一樣 米吉達日本的那支鐵的 全鐵的 我今天賣掉的那支 一樣 但是那個要插電啦 我比較不喜歡 所以用離電池的 好帶好吸 吸手這樣子 然後他該可以調整角度的 可以調整高低 他都有齁 所以他我覺得還不錯 他軍道具的話 我是蠻想把他換掉的 如果有人想要 想要想要的話 那我就便宜給他 我想要全部換成 MK Power系列 我有那種品牌控 你知道嗎 即使他 不是什麼主流品牌 但是我就是很想收集整套的這樣子 所以這支如果有人想要的話 再思訊我 他功能正常 而且我也是正常在使用 我只是想要換黑色系的 如果有人想要 我就便宜 便宜賣掉這樣子 那這支上 上次影片有介紹 流彈炮空濾 他是在吹風的 很好用 他在整理環境石 非常的好用 那我今天又買了一個 很雞八毛的東西 高效能噴霧機 那他也是裝木田電池的 他電池直接裝進去 裝在這裡面 他電池裝在這裡 然後裡面裝水 裝液態肥 你就可以對你的植物進行噴灑 或者說你要裝消毒水 到環境消毒也都可以 很方便 那他就是一個背包 你直接背在身上 你就可以這樣噴噴噴噴噴 超方便的 然後沒電的時候 換一顆電池上去就好 不用再手一直壓壓壓壓到死掉 所以 真的工具帶給人很幸福 那你要選什麼品牌的工具 全部都是個人的自由 和你荷包的飽滿程度這樣子 我也很想要全部都是 美國米握旗的阿 我也想要但是我沒有錢阿 呵呵呵 所以我們 靠自己賺錢 然後買這些簡單的工具 就很知足了你知道嗎 就可能 一個月買一支 一個月買一支 慢慢買下來 就真的超開心 超知足的 然後會發現 其實有電動工具以後 生活樂趣會增加很多啦 以前真的是要 繳盡腦汁說 我鋸木板 拿軍刀鋸那裡鋸鋸鋸 奇怪為什麼大家鋸都很快 為什麼我鋸都很慢 然後到後面才說 原來是要買一支原鋸機來鋸 太笨了 以前真的不知道 像我真的是 一個木工的新手 我對木工具不太熟悉 我就是慢慢摸索 一樣一樣慢慢看 一樣一樣慢慢買這樣子 買到自己上手了 都推薦給大家 如果不上手就是不推薦這樣子 但是這幾款我用下來都蠻上手的 蠻好用的 所以就說 工具一直在更新啦 有機會的話 想要當個厲害的工具人的話 如果你荷包夠的話 就去買正品 正版品牌 不要像我都買這個 不知道第幾線的品牌 但是也是很好用啊 我也是用個下下教啊對不對 好今天分享就到這裡喔 掰掰 掰掰